My點點點Live 2020年我們現在進入倒數中 那嚴格來講Kobe呢是之前已經在我們的MCO CMCO期間已經有上過一次 那時候好像也是配合那個Astro的節目 聲音烈人 唱的歌曲有點少 所以我們再次請他上來 再加上他發了專輯 歡迎Kobe王思汗 嗚呼 大家好 My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Kobe王思汗 是安芝娃來先分享一下心情 是籌備了那麼久的這個專輯 終於生出來了 我原本以為我不會有 怎麼樣太大的激動的感覺 只是那個數位上架的那一天 我自己有點來聽一整張專輯的時候 我自己發現到 我覺得我們的用心沒有白費 就是正是做到一個自己很滿意的專輯 因為其實歌單上呢 我就看了我剛剛有小說 就是要哪一首歌先唱 不如就先唱一些我們之前節目唱過 但是以為沒差這首歌 有天我突然想要去剪個短髮 你覺得沒差 世界如此紛爛 世界如此紛爛 你覺得沒差 世界如此紛爛 是不是更嘆 很難 有小的人 優秀的人 總把自己放大 生活不美滿 渴望掌聲的人 卻不故障 政治會循環 七個人就是五種答案 所謂真相 所謂真相 其實真的沒差 如何坦蕩蕩 不傲慢 一同分享一同分擔 學習說所有的温暖 學習說所有的温暖 不要再把彼此割上 從江吶就朱瑩 我們愛著的那些人 不一定就能永恆 即使是這樣 也不能不去愛 不只你一个人在期待 谢谢 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就现在的这个 我们讲的是 其实说真的也不只是音乐啦 就一个疫情 我觉得整个全世界 不管是生活经济 都有很大的一些挑战跟考验 所以严格来讲说 这样专辑出来 让我们觉得说 其实今天你 真的是想要做一些 你自己的东西 就是focus去做 大家会看到的 就是你有没有努力 大家是会看到 会感受到的 发布会过隔一天 就是发了MV嘛 然后才发现到 其实大家发现的东西 已经不是说 这首歌好不好听 那么简单而已 他们已经看得到 你的努力 大概会看得到这件事情 已经不会有人的 很多comment说 就是纯粹好听啊 什么什么这样子 他们是很 而且是很用心的在留言 我的MV下面 很多的comment都是很长的 到目前为止 没有去一一的去回复 但是我真是有看在心里 我真是觉得 很谢谢大家那么支持 太靠近我会心慌 太疏离我也会不安 想拿捏着距离多难 我们的美好时光 也许是自己的想象 我收拾着月亮 我收拾着月亮 对你洒了谎 街道那么长 话题已说完 也许是自己的想象 却不舍得说一句话 如何让心跳恢复正常 如何让心跳恢复正常 我的生活平凡 我的生活平凡简单 不愿终断 别用温柔试探 我的敏感 有故意说瞎话 突然转弯 转弯 日复一日 享乐再想不去想 就像你说眼前的事 太多假想 不如你继续追逐理想 不如我继续累积沧桑 你宽后粗糙的手掌 搭在我肩上 说远方有一座高山 要去看一看 说远方有一座高山 一起去推翻 说我能不能够勇敢 为了你勇敢 这首歌其实 我也会好奇 因为我发现 转经里头的歌曲 像是孔雀 或是这一首的歌词 填写词人的部分 都是 丁丁 这词词写得非常的好 到底丁丁是谁 她的身份 有没有打算公开 目前没有 真的真的 丁丁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我的身份是一个listener 丁丁刚好就是一个我还蛮常在私底下闲聊 比较了解我私底下在想什么 然后一些亲感面的东西 很常我的demo有什么歌都好 就是我先在demo里面的词 然后我就会交给她 她很多时候都会在那些字眼当中 就会看得出我到底是要写什么 然后有时候就会跟我聊一聊 过后就会写出来了 反而她可能某个程度上 她也是你的聆听者 然后再 或是你的翻译员 我们说回去 这一张专辑好了 因为呢 从西班人生 就是专辑的名称那边定义的话 那可能大家是想到说 诶 最普遍的那一层 其实是 竞争力是会更大的 就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代表说 他们其实就没有 发威的时刻 还是说他们没有值得努力的一些时刻 而是他们的努力 不应该被人看起来怎么样 在这个部分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冲着这个目标这个方向出发 所以歌曲的部分 都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嘛 其实我们没有刻意去往这个方向出发 说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是 我们在这个西班人生的这个主题之前 我们不是西班人生的 是 我们讲了过以后就不可以再用 对 对 它是一个也是我们觉得很喜欢的一个主题 就是 内向人的告白这样子 原本是这一个主题 但是我们也都没有 因为这些主题的限制 而限制我们要写什么 只是从我的 应该算六年的demo里面 在整合出来的整个整个样子 我们也没有去想说 我们要去迎合我们所知道 市场的一些的胃口 去做什么歌 确确实实实就在做一个西班人的 中文流行音乐咯 好呗 那我们下一首歌曲 听了两首你的作品 我们想听这一首 在金马奖上拿的这个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讲 刻在我心里的名字 选这首歌有特别原因吗 它一出现的时候 我其实就很喜欢 我本来想翻唱的 真的是太太太太太多人翻唱了 我就觉得 哎呀不要了 就自己默默喜欢就好 今天既然有可以弹唱的机会 就来唱一下了 可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于是谎言说了 一次就一辈子 曾顽固跟世界对峙 觉得连呼吸都是失去 觉得连呼吸都是失去 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 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 越无法抽离 而你觉得美 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 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 可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于是谎言说了 一次就一辈子 从顽固跟世界对峙 从顽固跟世界对峙 觉得连呼吸都是失去 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你藏在陈方的位置 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 我住在霓虹的城市 我住在霓虹的城市 握着飞向天空的地址 你可以要想 可是我只能停止 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谢谢 咳咳 这段咖啪 喝个水 那我们来紧接着下一首歌曲 我有一双优雅的平地鞋 走 走过那淡乱的每条小街 穿过流言随便搜紫一张脸 我不想听见 我就听不见 我总觉得星座太悬 难道都怪睡你太常见 对于光荡更要疲倦 只眷恋又在苦的体贴 不够礼貌也不够减 不懂认为所谓的体面 别记着给我标签 你看到的我不过一面 不过一面 城市里堆积了太多寂寞 很难被消灭 低调浮夸都渴望被了解 我总觉得 我觉得 星座太悬 难道都怪睡你太常见 对于广告感到疲倦 只眷恋又在苦的体贴 不够礼貌也不够减 不懂认为所谓的体面 别记着给我标签 你看到的我不过一面 无声迟播我的照夜 爱或不爱都很直接 我不住在动物园里 我不要紧晚上的空缺 耶 这首歌曲 那时候看MV 我觉得超有感觉的 整张专辑呢 我喜欢里面文案有一句 就是说 这真的是个人专辑 它确确实实就是 Kobe王思涵他想做的 我今天想尝试想玩的 就在里面 都是很你个人的东西 有一些表态型的歌 然后也有一些 比较情感面的歌 就是以前都不会听到的 一些东西啦 那我其实也是很开心 大家的接受度很高 我们会担心说 因为像我们发了 开门主打孔雀 之前的单曲 其实都是以表态型 然后以节奏感为主的音乐 大家会不知道说 其实真正的我 是以比较民谣folk的 音乐底子为主的 所以真的是很开心 大家真的喜欢这首歌 应该真的有唱到心里了 真的 我们真的一开始 还会怕说 这首歌可能大家 会不理解 因为我们也唱了很久 没有想到 大家听得出来 那个里面的情感是什么 那真真实实就是 累积下来的 你要经历前面那段 就是找找找找找 然后忙忙忙 翻翻翻 无微波 stress 到最后 反而就是了 那我们今天 点点点Life的 最后一首歌 因为即将迎来这个 Christmas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Let your heart be light From now on We are As in olden days Happy golden days of your Faithful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Gether near near to us Gether near to us Once more Bwas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Now Yeah 一首圣诞歌 做今天的ending 我觉得先给你讲 这一个话还蛮不错 就是当你在头痛着 你的圣诞礼物 要买什么送朋友的时候 不如买一张西班人生 真的 啊很会见你 这张专辑 真的是可以的 真的 不是在自夸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太值得了 它不只是在音乐上的一个成品的好 我自己讲好 实体专辑啦 那个设计啊 很多小心思的东西都是 2020年可能就是难得一见 一个我真的是觉得 我如果客观的去想 它就是一个收藏起来 我会好好去珍惜它的一个专辑 对 买起来 今天先般感谢Coby 就是来做客 然后 真的也希望就是接下来可以听到更多 更棒 更不一样的作品 还有那句话 这张专辑真的很Coby王思汗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